自从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相声节目败家子之后 郭德纲于谦已经很少在上春晚了 卫视春晚一般也请不动郭德纲于谦这样的相声街大咖 再加上每到年底春节前夕 也就是郭德纲于谦特别忙碌的时候 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郭德纲于谦现身山东卫视春晚的路透剧照 剧照中的一张是郭德纲于谦正在台上说相声 两个摄像大机一个对着台上的郭德纲于谦一个对着台下的观众 不难看出这正是山东卫视2022年春晚的录制现场 另外两张是郭德纲于谦前往录制现场的路透照 郭德纲于谦仪态从容 一前一后形影不离 不愧是一对好搭档 不少网友可能会好奇 郭德纲于谦为什么会现身山东卫视的春晚呢 这肯定是山东卫视春晚节目组邀请了郭德纲于谦 事实上郭德纲于谦前不久刚参加完天津卫视的德云相声春晚的录制 不仅如此 德云社济南分社正如火如荼的建设着 今年或明年 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年 济南德云社就可能要开张营业了 郭德纲于谦此行一位山东卫视录制春晚的节目 二来也可以顺道看看济南德云社的建设情况 从而为济南德云社宣传造势一下 一举多得 所以说郭德纲于谦的山东卫视春晚之旅是收获颇丰的 此番参加山东卫视春晚的录制 也算是郭德纲于谦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的一段旅程 加之济南德云社正在建设中 郭德纲于谦前往山东济南 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这几年郭德纲于谦的演出都比较少了 尤其是郭德纲 除了央视的自家的综艺 以及已经离不开郭德纲的欢乐喜剧人 对其他综艺 郭德纲基本上都拒绝了 把更多精力都放在了力捧徒弟 壮大德云社方面是郭德纲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壮大德云社方面 郭德纲更是操碎了心 以2021年为例 德云社在天津开设了分社 并在2021年5月1日期间顺利营业 2021年10月1日 天津德纲古曲社成立 而天津德云社第二家分店也在积极筹建中 有了更多的小剧场 在演员方面 郭德纲也没有落下 在2021年 郭德纲还完成了龙子科学员 和古曲社学员的招生工作 为曲艺培养了更多的下一代 而且此前不久 龙子科已经可以在小剧场登台演出了 德云社的壮大 不仅体现在分社的越来越多 形式的多种多样 还包括人员的不断壮大上 尤其是新生力量的崛起 更让人对德云社的未来 充满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 而这些忙碌繁杂的工作 都离不开郭德纲的身体力行 郭德纲是德云社的顶梁柱 金字招牌 有郭德纲在 说话办事也都更加方便一些 虽然徒弟中也有一些在崛起 有的甚至可以独挑大梁 独当一面 但在建设发展德云社这样的大事上 还必须由郭德纲亲力亲为才行 这也是郭德纲为什么忙到飞起的原因 在这么忙的情况下 郭德纲于谦现身山东春晚 看得出来济南德云社的成立开张 则是郭德纲在2022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